静安区将于本周日6月12号开展一轮核酸筛查 目的是通过集中筛查 动态的发现并有效地控制住疫情的风险 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核酸采样的需求 为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除原本处于封闭管理的区域外 我们不采取全区静默封控的模式 在采样的时段根据各个街道的安排 一般是在两小时到三小时左右 我们会对小区进行一个短暂的封闭的管理 目的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核酸检测应检进检 有效高效的开展 封闭管理的措施在采样结束后 我们会立即解除 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采样期间 对于保障城市运行的相关人员 比如讲我们的防疫人员 医务人员 核酸筛查等工作人员 以及因病就医的居民 小区可以安排优先采样准备进出小区 需要紧急出小区的小区也应该予以放行 并可在当天在我们区的常态化检测点 完成核酸采样工作 目前我们区没有进行全区封控的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